在海南岛 有一个城市叫海文 海文市 海文市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文 他十二岁 学习成绩特别好 有一天啊 他跟着爸爸一起到海里打鱼 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看到了一个用红色珊瑚石围成的巨大的漩涡 还没来得及想 他就被漩涡吸了进去 来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的一切景象都跟地球完全不一样 他看到了一个白丽星球的公主叫古牙 很可惜古牙说什么他听不懂 他说的是白丽星语 但是他发现古牙戴着一个红色珊瑚的项链 而小文戴着黑色珊瑚的项链 他们俩手拉手的时候 就能懂得互相的语言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神奇的渊源 古牙特别热情 他带着小文一起来周游白丽星 突然古牙头痛欲裂 原来他的爸爸古地在给他发信号 说白丽星球遭受到暗黑势力的暗灰王来袭击他们了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那个星门被打开了 原来刚才那个红色珊瑚围城的漩涡就是星门 古地就是这个白丽星的国王 他见到小文以后就告诉他 白丽星以前有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故事 在很多年以前 白丽星就遭受到过暗黑势力的侵袭 为什么要侵袭他们呢 主要想掠夺他们的矿场资源 叫利矿 利矿是宇宙的核心能量 有特别特别多的功效 比如他分离出来的粒水 就是白丽星人滥以生存的食物 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比如分离出来的粒油 可以作为他们的燃料 让白丽星人进入外太空 去建太空站 然后还可以有其他很多功效 还有比如说 他擦拭在那个重大的重型武器上 可以让火力增加一百到一千倍 小文听说暗黑势力来攻打他们就很难过 因为是因为他带来了这些灾难 所以他想来帮助白丽星对抗暗黑势力 他想回到地球来寻找帮助 因为小文的叔叔周五是重型武器专家 所以他就带着小文就带着骨牙 一起重新穿越了星门回到了地球 可是骨牙是绿色的皮肤 蓝色的头发 然后到了地球 一下子就遭到了地球人的围观 地球人还把骨牙送到了医院 去扫描他的大脑和他的心脏 发现跟地球人的构造都不一样 小文赶紧带着骨牙 就逃离了医院 就找到了他的叔叔周五 周五重型武器专家 他就带着他的特种兵和重型武器 一起又重新穿越了星门 来到了白丽星 就是因为在利油的帮助下 而且他们又寻找到了 白丽星有一个重大的古堡 古堡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磁盒武器 他们用利油把所有的重型武器 都擦拭浸泡 然后所有的武器都有100到1000倍的火力 但是地球和白丽星之间的那个星门必须关闭 否则按黑势力还会来侵略他们 但是如果关闭了 古牙和小文就再也见不到了 而且古地告诉了小文一个秘密 古牙的妈妈是白丽星人和地球人的后代 她是红珊瑚的守护者 小文的妈妈也是白丽星人和地球人的后代 她是黑珊瑚的守护者 只有这两个珊瑚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才能互相懂得对方的语言 那么星门被关闭 小文和古牙在这个过程中 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他们想再见面怎么办呢 古地告诉他们 还有另外一个星球叫迪百星 乘飞船过去的话 要花的时间相当于半个世纪 但是他们说好了 一定要去赴这个世纪之约 你们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请亮牌 哇 特别喜欢 都想继续听是不是 好 请放下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小朋友 针对这个故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汪老师的 我觉得这个珊瑚 有可能会开启一个虫洞 就是不必让他们在坐那个飞船 要跨越半个世纪 才能让他们遇到一块 有可能就根据这个虫洞 就直接到那个星球了 哇 去飞船是吧 你的科学知识很 厉害厉害厉害 好 谢谢汪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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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